小小扭蛋,大大欢笑,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 开开心心的玩暑假 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什么呢?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又要来玩超好玩的桌游了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来请到教我们玩桌游的小冬老师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嗨,各位小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小冬老师 小冬老师,我还记得在上个星期呢 你教我们玩非常好玩的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刺激,然后需要大家动动脑的这个奇迹连连 它的名字呢,有一款动物,就是有鸡在里头 那么今天,能不能再带给我们另外一款跟小动物有关的桌游呢? 可以,今天呢,这个游戏叫做兔子过河 兔子过河,太好了,高丁姐喜欢兔子 我们家就有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不错,不错 好好好,那我们就要来学这个兔子过河 听起来好像是,我们真的要抓兔子来过河吗? 对,就是这个游戏的名称就叫兔子过河嘛 那当然我们是用这个旗子的兔子这样子 不是用真的兔子 不是用真的兔子 真的兔子应该不会过河 对啊,那这个游戏的这个名称就很直接点出它的主题这样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呢 每一个小朋友,我们就是要扮演工程师 对,然后呢,我们要去帮助一群要过河的兔子搭桥 对,那谁先让自己的兔子顺利的过河 谁就是这个游戏的赢家 诶,听起来好像这个方法还蛮简单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好玩 那我们要先来制作这个兔子过河这款桌游的游戏道具对不对 对,没错 那这个游戏的道具呢 准备起来也很简单 但是稍微有一点繁琐 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我讲 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准备一颗骰子 很普通的骰子就可以了 有123456的骰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准备四只兔子的旗子 那这个骰子基本上应该不会太难准备 可是这个兔子的旗子呢 大家可能想说 不知道到哪里找这个兔子的旗子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稍微发挥一些创意这样 可能去文具店或玩具店买到四个小小的木块 然后呢为它上不同的颜色 这样就可以代表是兔子这样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折纸的方式 也可以折出那个兔子的样子 或你真的买得到兔子造型的小旗子也OK 总之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挥一些创意 那像小冬老师自己的话 就是准备了四个乐高的小人 来代表这个兔子这样 所以小冬老师自己做的这一盒 比较不像说兔子过河 叫做乐高小人过河 对 没有想到哦 就是在这个准备旗子上啊 也可以来看一看 小朋友可以发挥怎样的创意 然后让这一款游戏呢 它不止它的过程方法很好玩 其实在旗子上呢 也可以看到大家一些非常好玩的想法 那小冬老师 我们预备了一个骰子 然后四个兔子的旗子 其实这个兔子的旗子用什么 能够代表的小东西 其实都可以的 那这样子就就可以了 还没有 还要准备它过河的工具 这个是骰子跟旗子准备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的东西是两个大平台 还有八个小平台 所谓大平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要足够四只兔子站在上面的大小 这样子要做一个大平台这样子 那小平台就是足够一只兔子站在上面的大小 那举例来讲小冬老师的兔子呢 是用乐高的小人来代表 所以我这个大平台的面积 大概就是五公分乘五公分的这个木块 小冬老师自己粘 粘成一个这个五公分乘五公分的木块 那这个小平台的面积 大概就是两公分乘两公分的这个木块 这样子 那它这个平台没有什么高度的限制 只要 但是就是说每一个大平台小平台 每一个平台的高度都一样高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这个两个大平台还有八个小平台 嗯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找到了我们要的棋子之后 然后我们也找到了两个大的平台 然后八个小的平台 那准备好了这一些道具之后 还有需要的道具吗 最后呢我们就是要准备拿来搭桥的冰棒棍 这个我们搭桥就是用冰棒棍来代表这样 那这个准备冰棒棍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准备六种不同长度的冰棒棍 每一种长度呢要准备各四支 哦 对所以总共会有24支这样子 哇 所以我们要先吃24根冰棒 对吃这么多冰棒应该会应该会拉肚子 其实你上网去买或者是在文具店都可以买到那种一整包的这样子 对那有时候可能我们准买不到就是六种长度的冰棒棍 那我们也可以自己用减的或用粘的自己做出六种不同的长度 自己做成六种不同的长度 那准备好这些冰棒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在这冰棒棍上面写数字 那这六种长度呢我们就分由短到长分别写上一到六的数字 同样长度的写一样的数字 所以写好之后呢最短的那四根就是都写一 第二短的就是都写二 然后呢以此类推到最长的四根都写六 这样子 那每一支冰棒棍上面都写好数字之后呢 这样子就完成了这款兔子过河这个桌游的这个基本制作这样子 哇其实我们这一次预备的道具算是还蛮简单的 我们只要不断的找到我们身边可以运用的现有的素材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没错 没有太多要动手做手工啊或者是美劳的部分呢 因此呢等一下在听完了节目之后呢 就请小朋友来准备一颗骰子 然后找到四个兔子的旗子 然后准备两个要给兔子占的大平台 这个大平台的面积要一口气可以占四颗兔子的旗子 然后还有八个小平台 这个小平台的面积呢 只要有一个兔子占的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呢就是叫你的爸爸妈妈帮你买二十四根冰棒 大家来疯狂吃冰棒啊 来预备这个六种不同长度 每一个不同长度有各四只的冰棒棍 然后在这个冰棒棍里头写上数字 这样子我们这一款桌游的道具基本上就准备完成了 那小冬老师我们这一款游戏要怎么玩 可不可以明天请你到节目里头再教我们怎么来玩这个游戏 当然没有问题了 嗯好那我们就期待明天的节目 今天谢谢小冬老师 嗯谢谢大家 我请站在主的言语上 随世界过去或灭亡 主的言语永远必成真 我请站在主的言语上 我请站在主的言语上 随世界过去或灭亡 主的言语永远必成真 我请站在主的言语上 我请站在主的言语上 随世界过去或灭亡 主的言语永远必成真 我请站在主的言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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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站在主的言语上